洛杉矶左派选择与团结组织与部分自由派人士 于周二在洛杉矶市警局总部外首举标语 要求局长迈克莫尔撤出强制疫苗令 尊重警员们的宪法自由权利 集会者指出警员和所有美国人一样 都拥有宪法规定的医疗自由和隐私权 此前 局长迈克莫尔已于23日宣布将解雇6名警员 因为他们拒绝签署接种疫苗同意书 也反对接受每周两次的病毒检测 今年8月 洛杉矶市议会规定所有市府员工 必须接种疫苗获取的豁免 并将最后期限定于12月8日 对此 6名洛杉矶警员曾在9月 以洛杉矶市疫苗规定侵犯宪法隐私权为由 对洛市提起联邦诉讼 新唐人记者王自宜 江林达 洛杉矶财报报道